欧联,伊瓜因破门,AC米兰1比0杜德朗日虎扑,9月21日训,北京时间9月21日3点,AC米兰迎来欧联首战,对手是卢森堡的杜德朗日F91,AC米兰上半场虽战有优势,但未能创造出破门机会,一边在战伊瓜因进球打破僵局,伯利尼射门中注错失进球,最终全场战罢,AC米兰1比0小胜对手。 收获3分,第6分钟,拉克索尔特左路起球传中,卡斯蒂列霍后点头球攻门偏出,第12分钟,巴卡约克前场响断后横敲伊瓜因,后者进区前沿起脚远射偏出右侧立柱,第14分钟,巴卡约克左侧反响成功后,分球拉克索尔特,拉克索尔特起球传中,卡斯蒂列霍后点头球攻门,被对方球员挡出, 第27分钟,卡斯蒂列霍右侧接接外球后稍作调整,直接转身左脚凌空打门,杜德朗日门将弗里新侧身将球扑出,第36分钟,施托尔茨接直栽杀入禁区左侧,面对雷纳尝试小角度爆射偏出,第39分钟,米兰左路开出脚球,卡尔达拉中路投球攻门偏出, 半场战霸,双方0-0护胶白卷,一边再战,第50分钟,拉克索尔特左路低平球传中,伊瓜因门前推射被弗里新恒身扑出,第59分钟,卡斯蒂列霍突入禁区,右侧横敲,伊瓜因跟进推射,打在普伦配手臂上变线,提球从弗里新腋下钻入网窝, 1-0,第65分钟,卡斯蒂列霍进区右侧左脚起球传中,伯里尼后点铲射击中边网,第67分钟,卡斯蒂列霍右路再次送出传中,伯里尼前插墙点打门击中力助弹出,第77分钟,米兰右路开出脚球,罗马尼奥利后点投球攻门偏出,第83分钟,米兰左侧底平球横敲,伊瓜因领球摆脱防守后期 最终全场战霸,米兰一比零小胜对手,迎来欧连开门红,球员平分,米兰方面,表现活跃的卡斯蒂列霍,收获全场最高分,伊瓜因和伯里尼同样表现不俗,杜德朗日方面,门将福里新表现出色,做出多次精彩扑就,数据统计,米兰在控球率和射门数上均占据绝对优势,全场更是创造出了四次绝佳机会, 不过对方门将的出色发挥,让米兰仅仅获得一球小胜,出场阵容,AC米兰4-3-3,25雷纳93拉克索尔特,33卡尔达拉,13罗马尼奥利,20阿巴特斯和赛毛里巴什石恰尔汉奥鲁,14巴卡约科,16贝尔托拉奇,7079凯西西,卡斯蒂列霍, 11伯利尼,86,77哈利洛维奇,9一瓜音编辑,要反